它这个鸡肉就是很上海的做法 你喜欢吃这种皮薄薄的 肉嫩嫩的 它浇的酱料也都是那个葱油香 就是跟大家介绍我小的时候最爱的零食 悠悠来咯 还有爸爸和妈妈 饭已经领到手里了 最近几天的菜色是比较偏辣一点的 之前都是特别特别清淡 比较偏上海菜系的 为避免误会隔离影片以大方形式上映 竟然还有酥肉 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就是川鱼地区的熟食 每天一日三餐加上一天一颗水果 酒店的工作人员跟薇薇说 防疫酒店加上餐食完全就是外派给第三方去做 那么餐食也是 都是不同的餐厅 所以你们看到其他YouTuber的餐食 如果更好吃的话都没有错 大家吃到的本来就是不同餐厅的东西了 这个酥肉先吃一下 它已经不酥了 它这个茄子连炒法都是很刺穿的 加了豆腐 加了肉末 而且是辣的 大概是中辣的水平吧 它这个鸡肉就是很上海的做法 你喜欢吃这种皮薄薄的 肉嫩嫩的 它浇的酱料也都是那个葱油香 上海人也很喜欢吃葱油 最有名的就是上海的葱油拌面 会放很多很多的葱进去 而且有一家老店 它的葱都是一条一条的 发现有卖中油拌面冰淇淋 好想尝试一下 那么我们下午见吧 拜拜 哈喽 现在是下午三点钟 我刚才睡了一个小时 趁着悠然上美术课的时间 结果刚刚悠然叫我起来 妈妈我的课上完了 这是蝸牛 蝸牛 嗯 小黄瓜 我以为悠然什么时候会画 那个五线谱了呢 没有想到是黄瓜 它一个有几个触角啊 四个 老师告诉我的 它们可以在叶子下面玩 真的能力很强 它的牙齿比霸王龙一样多 它的全身都有牙齿 哇好厉害的 可是它的牙齿还很小 好吧那悠然今天这个课程 原来吸收了不少的知识 悠然上的这个线上的美术课呢 它是量身定制的 根据小朋友的年龄 小朋友的喜好 小朋友的性格 去定制他们的课程进度 学艺术这回事啊 不管说是学美术 学音乐 总归是兴趣最重要 推动孩子持之以恒的呢 就是家长和老师的鼓励 影片下方的简介中 会有相应的链接 大家不妨点击先去看一下 睡醒之后自己煮杯奶茶吧 一个茶包 那我们等待一下吧 防疫酒店呢 不比平常的酒店 没有任何多用次的杯子 全部都是一次性的 这个是悠然的水杯 那我就临时借用一下吧 倒数三秒 啊 防疫好慢 好了 这太多了 我喜欢奶味重的 哇 这样奶粉做出来的奶茶 也很好喝哦 我跟你们讲 它有微微的一丝甜 如果是纯牛奶做的话 它就是一点甜味都没有 我们的外卖到了 通过大家的努力 终于允许我们点外卖了 每位高丽宝宝的状况 都是不同的 这位宝宝竟然可以点外卖花束 这位宝宝住宿家饮 每天比我便宜一百四十元人民币 这位宝宝窗户好大 这是我的窗户 但是有要求啊 外卖的要求是你要有包装的 点水果也可以 但是不能点切块的 比如说我想买一半西瓜 不行 买一颗西瓜 OK 我们点了两大包零食 来 第一样 洋葱圈 像这个上好家的洋葱圈 味道真的很浓郁 而且这么大一包 大概是四十克的样子 和台币是二十块钱 这个是我从小 在我心里排名第一名的 番茄薯条 即使我们这边很多很多的 不管是洋芋片呀薯条啊 口味最多的 购买力最强的 应该也就是番茄了 台湾深瘦小朋友喜欢的口味 应该是 蒸油味或者说是 鲜虾 鲜虾口味 原味 五香味 乖乖乖 五香味的 对吧 其实两岸小朋友的口味差异蛮大的 哇 这个 开箱之后 满满的番茄味道 特别特别浓郁 它是重口味番茄 像那个 番茄面的那个味道 哇 味道好浓郁的 嗯 最爱的 嗯 好利油品牌 好利油品牌好像是国外的 第一次吃好利油品牌的东西是巧克力派 当时是我大概六岁的样子吧 我外公带我去游乐园 店家呢就上了这个新货园 好利油巧克力派 当时我的外公给我买了两袋 刚开始吃很不喜欢中间白白的那个 焦焦黏黏的东西 还怪我外公说 怎么买这个东西一点都不好吃 当时特别不懂事嘛 其实老人家就是觉得 哎 有新的东西想买给外孙吃 直到现在我外公已经去世了 在前几年的时候 巧克力派的故事虽然说已经相隔二十多年了 但是直到现在啊 特别是我外公去世之后 只要看到巧克力派 就能想起外公 这个是榛子口味巧克力 上面还有一些榛子的屑屑 让我们开箱第二袋 买了这么多 哎呦 是因为买九十元 仅二十元 我还买了这个酸奶 就是台湾所说的优格 从小到大喝奶 都是喝这种袋子的包装 一般怎么喝呢 就是咬一个这个 这个地方 小孩都是这样的 然后就这个凤凤 含在嘴巴里之后呢 这个手就要往下去挤呀 奶就会从这个出口当中喷射进去 很好喝 让我喝喝看 我买了两包 来看一下这个优格 它的配方啊 配料生牛乳是占百分之九十八 CP值超级高 因为它的售价是十五台币 新进的学习中 没有嘴巴会坏 刚才买这个优格 还给我配了冰袋耶 乐式的芥末口味 之前在台湾有喜欢一个品牌的芥末洋芋片 后来是因为大家觉得口味太重了吗 竟然下架了 因为它唯有伤好多天 再之后发现有芥末口味的就是可乐果 可是可乐果的芥末口味太淡了 不满足我 这个也是我一心想吃的 还有就是跟大家介绍 我小的时候最爱的零食 QQ糖 旺仔QQ糖 确实是陪伴了我们中国大陆的孩子 从九十年代一直到现在 这一包大概是十五台币的样子 过了快三分之二的时间了 自从可以叫外卖之后 日子特别好过 进来一点 等一下 叔叔给量体温 谢谢 我们在这儿每一天的上午和下午 都会量一点体温 现在是第九天了 核酸检测已经做过两次了 每一次都是鼻子和咽喉 但是在防疫酒店做的这个检测 和在机场做的是完全不同的 机场做咽喉是已经呕了四五次吧 二十多秒钟的时间 但是在酒店防疫测咽喉就是特别浅 大概是在那个我们的那个 在扁桃那个位置 也不会引起任何的不舒服 反倒说鼻子嘛 相对来说还差的深一点 还是相对来说没有太多负担 悠然第一次比较害怕 通过机场那一次 第一次就是抓了他好久 满屋子跑抓不到 第二次核酸检测就比较乖一点 还跟医生阿姨说 阿姨你轻一点哦 在防疫期间还能喝到奶茶 确实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 现在时间已经是六点多了 这边太阳还是 看到了吗 太阳还是很耀眼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晚餐是什么 自从这个餐饮的第三方变了之后 我还是有点期待的 这个应该是鱿鱼花炒芹菜 这个豆角是我们东北的爱 甜鸭吗 应该是鸭子吧 然后这个蔬菜是今天中午吃的米西 我现在的这个操作就是把这个菜叶子拿下来 悠然还比较小嘛 吞一个这种长长的叶子 很容易一条馅就喉咙一半嘴边一半 之前有过这种经历 我是把那个整个一条叶子给它又抽出来的 这是不是很像是那个素斋饭 来 悠然 你依然很辣 我这里面就这一个辣椒 基本上是中到大辣的程度 来尝一下晚上的米西和中午 是不是一样的味道 感觉有点热 这种扁扁的豆角 一吃就是一年的吃 冬天一般精细实力比较好的家庭 就会买新鲜的大棚里的豆角 温室里的豆角 像我们家就是那种小家庭 秋天的时候我们家人就会冻在冰箱冷冻 冻好多包 要么就是把这个豆角晒干 晒成豆角干 冬天再来吃这个蔬菜 是那个味道 豆角特有的香味 来尝一下这个 这个我不知道是啥 鸡还是鸭子 牙口不好 那这也就是我隔离的第九天的晚餐了 哈喽 晚上好 现在是晚上十点钟 到了我每天最期盼的一刻 这个时间我是一定要打开电视机的 这九天之内陪伴我的最好看 最好看的电视剧就是它了 这部电视剧 不管是在我们大陆的90后 80后 70后 60后 50后 40后 大家都是对这部电视剧永远都不会腻的 它犹如上映一般 每一年看它都特别特别的有兴趣 永远不会淘汰 它就是 这部西游记真的是太经典了 但是呢 我这次回来 和以往看这个西游记 有一个不同的心境 在之前呢 看这个西游记 最崇拜的人物就是孙悟空 因为每一次 师父被妖怪抓走了的时候 猪八戒呢 总是会说一句话 大师兄 师父被妖怪抓走了 沙无尽呢 也会说一句话 大师兄 二师兄 师父被妖怪抓走了 那师父呢 在剧中和孙悟空的对话是最多的 导致所有的小朋友 对这个孙悟空 极其的崇拜感 但是呢 近几年也是了解了一些 真实人物唐三藏的一些历史 历史上记载 他就是一个人去天主国取经的 而且取经完之后呢 在当地又宣扬了一些佛法 各地的佛教信徒知道唐三藏这个人物之后 就赴约赶来 举办了几场佛教的圣会 就是现在所谓的辩论会 在这个圣大辩论会之后呢 这个唐三藏得了这个第一名 最终呢 唐三藏获得了众多佛教弟子的推崇和信服 唐三藏这个历史人物也为我们的佛教的发扬光大 起到了一个特别重大的作用 哎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日月坛 往哪个方向走 还路过了唐三藏的一个 玄奘寺 位于南投陷于之山 但是我去里面逛了一下 还蛮漂亮的 可以看到海景 好了 那么今天就是以上想跟大家分享的 我们每日每日的这个防疫酒店的生活 还没有订阅威威频道的朋友 记得点击一下订阅按旗小铃铛 也希望大家可以在下方多多的沟通和交流 好吧 请期待威威的下次影片 拜拜 我是幽妈 我是叶妖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话 记得下方留言哦 对 还有电话呢